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启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启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城堡万人集会感染群有关 目前有99名病患在加护病房接受治疗 其中50人需要呼吸辅助器 另外有88名病患在今天康复出院 使得我国累计出院人数达到915人 新冠肺炎疫情笼罩全球 如今口罩已经成为抢手货 也让不法之徒找到牟利的机会 从今年1月到4月3号 全国商业罪案调查部一共接获556宗网上售卖口罩的诈骗案 而涉及金额超过420万令吉 商业资源调查部总监德罗斯莫玛·扎克利亚表示 受骗施主包括306名华裔 194名乌裔 16名印裔和40名其他种族 他们都是通过社交媒体和网络购买口罩 却在付款后无法和对方联系 通过 Facebook,401案件 通过 WhatsApp,65案件 Mudah.my,27案件 WeChat,16案件 Instagram,16案件 Shopee,10案件 Telefon MiMade,8案件 Fourcel,5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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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目前,警方已经逮捕了39名嫌犯 包括29名男性和10名女性 年龄介于21岁到45岁 其中有22人已经被提控 根据统计,在损失技能方面 吉隆坡排在最高,多达145万令吉 之后是雪兰娥和槟城 Moma Zakaria 劝告公众 购买口罩前,可以通过 该部的网站检查,以免受骗 第二阶段的行动管制令 而被提控上庭 镜头转到槟城 今天再有50名违反行动管制令的人士 被带到北海推示庭面控 这50名被告 年龄介于20岁到50岁 他们被控在行动管制令期间 到处游荡、垂吊 和聚集在修车厂 所有被告在法官面前表示认罪 被判罚款1000令吉 如果无法缴付罚款 则需要坐牢一个月 在吉打州有一名承包商 因为涉嫌在脸书群组贴文 侮辱执行任务的警员 结果也遭到警方逮捕 弗洛交易警区主任 Mohamed Inval指出 51岁的男性承包商 是在星期五下午3点10分 在住家被警方逮捕 据了解 这名男子在脸书群组贴文 只有一对警员在行动管制令期间 到真浪海滩的一个餐馆休息 而且附上一张照片已是证明 不过有关的警员 其实是完成巡逻工作后再吃午餐 由于男子的指控不属实 因此警方援引刑事法典第500条文 1998年通讯及多媒体法令 第233条文 以及轻微罪行法令 第14条文调查这名男子 同时由于警方在上门逮捕时 男子无法说出逗留户外的合理原因 所以在违反行管令的情况下 警方也援引2020年 预防及控制传染病条例 第七条第一款条文 对男子展开调查 新冠肺炎疫情当前 前线人员必须坚守港位 护国为民 为了给这些防疫英雄送上温暖 大马民防部队就和志愿者一起 每天为疲惫的前线人员 准备三餐 尽一份免利 福洛交易民防部队官员 透露来自民防部队和志愿团队的30人 从4月1号开始为前线奋战的医护人员 警员和军人准备膳食 包括早餐午餐和晚餐 他说三餐粮食的供应 也获得福洛交易国会议员服务中心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回来 财政部宣布国家关怀援助金VPN将会在星期一开始发放 预计会有830万户家庭或单身人士受贿 财政部长Dengudatou Zafru发文告指出 这笔总额高达92亿4000万令吉的拨款 分别会在4月和5月汇到受贿者的户头 目前第一阶段的援助金 内陆税收局已经完成审核 并会在4月6号开始发放 总额高达56亿3000万令吉 文告指出 收入低于4000令吉的324万户B40家庭将受贿 而单身人士则有362万人受贿 至于M40家庭则有88万户受贿 单身人士则有56万人 受到疫情影响政府早前宣布银行贷款延迟工期 让贷款者获得6个月的延期 人民银行表示这项措施将让该银行的130万名贷款者受贿 包括中小企业以及合作社 协助他们度过这次难关 人民银行总执行长Dr.Rossman指出 延迟贪还贷款6个月的措施 遇到能够帮助大约500个合作社 以及2000个小型企业 应对这次疫情带来的冲击 我们也设计将设计 我们正常设计 我们修计划的 来源 我们暂停 我们假设计 我们都是 设计区 预复$300,000 这是个资产 新闻 和市场比资产 另一方面 人民银行发文告宣布 Leto Noriba从今天起正式卸下人民银行主席的职务 同时他也辞去人民银行基金的主席职务 Noriba是连昌国际回教银行的前顾问 他在2018年12月1号接替Dansry Shukri 成为人民银行的主席 人民银行对Noriba在这段日子为银行的付出表达感谢 并指一旦完成所有的委任程序之后 便会对外宣布新任主席的人选 至于该银行的所有运营计划和方向 则是一切如常 不受领导层的变化影响 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的经济带来严重打击 为了确保我国的经济稳定发展 财政部将会和中国驻马大使白天 针对这项课题展开讨论 以寻求马中两国合作的方案 没有人能避免这种困难的影响 我们要继续保持我们的经济 我们要继续保持我们的经济 因此,我们要继续保持我们的影响 他们是在布城建政中国建设银行 和北部湾控股两家中国企业 捐赠十台呼吸器和两万个口罩 给我国的移交仪式之后 向媒体发表谈话 警方早前表示 全国人民已经慢慢适应 并遵守行动管制令 本台记者今天前往亚一旦公共巴刹时发现 情况已经受到控制 尽管周末的人流量会增加 但是大部分人还是遵守规矩 保持社交距离 东北陷阱局主任 Sofian Sandom表示 警方为了控制巴刹的人潮 除了限制顾客人数进入巴刹 同时也在附近一带封路 汉也透露 东北县人民遵守行动管制令程度 达到95.3% 路上的车流量也只有2% 他是在巡视要一旦公共巴刹时 这么表示 高教部指出 在行动管制令期间 一些毕业生可能会因为网络服务受限 导致影响入学申请程序 因此该部再度调整毕业生申请进入公立大学 以及学院的截止日期 从原本的4月7号延长到17号晚上11点59分 高教部在文告中指出 毕业生可以在4月16号之前 在国家储蓄银行BSN购买申请密码 以进行线上申请 SBM毕业生申请进入本地大学 师训学院 大学与科班 公益学院 社区学院 以及公共技职培训学院的录取名单 未计将在6月3号公布 这位SBM毕业生申请进入公立大学学士课程的录取名单 则会在8月18号出炉 这也是高教部第二度调整SBM和SBM毕业生申请进入公立大学的时段 在这之前 申请时段是从3月31号延长到4月7号晚上11点59分 以及要求申请者在4月6号之前 从国家储蓄银行购买申请密码 以进行线上申请 尽管新冠肺炎疫情来袭 但并没有阻止一对新人在今天进行结婚仪式 在吉兰丹州的一个清真寺 一对新人在遵守政府所设下的结婚仪式标准作业程序下 共结联礼 这对戴着口罩的新人阿杜卡利和奴隆法蒂哈 今天早上10点在宗教室的见证下成为了对夫妻 在全城结婚仪式中任何人都没有握手 而加水在仪式中会在现场的人提供消毒洗手液 知名来自道北的27岁新娘阿杜卡利表示 他和妻子已经从今年一月开始准备结婚文件 他也表示他很庆幸他早前上万里警察局提出回上的申请获得批准 警方也告诉他们在途中只要向警方显示结婚文件就可以了 至于婚礼会及时进行 还是要等到政府指示才可以做决定 出阶口罩屏幕 初显板为了 一天就会和免费发酷了 处理解决准备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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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这节华语新闻就给您播到这里 要再次提醒各位观众 要勤洗手留在家遵守行动管制令 感谢收看这节华语新闻 我是黄康星 祝您晚安